23次女駕駛穿著後外套蹲在車子旁 不斷滑手機想找人幫忙 因為她車子右前輪破得離譜 不但大大小小十幾個洞 輪胎已經開到扁 竟然都渾然不知 我會給你開單 我會給你開單 你放心 不要開我單 我就是沒有前台開過去的 實在得向遠景好好道謝 因為當天晚上 成星女駕駛開車行進路口 車子嚴重破胎 發出了雞雞叫聲 直近遠景聽到怪聲 研判輪胎已經破損 鳴笛騎警用機車 狂追了三四百公尺 終於將人攔下 我說我莫名其妙的攔他 然後攔他下來之後 我再跟小姐說 小姐你又前輪胎破了 你知道嗎 她說是嗎 她本身她並沒有感覺說 她有可能駕駛經驗善不足 所以她沒有感覺到 她有破胎的情形 原來這名女駕駛是個臨時工 為了省錢花幾百塊錢 買中古輪胎 才開了一兩個月就爆胎 差一點為了省錢出了意外 裂痕的部分的話 一般的話 它可能就是所謂的 有可能是再生胎 或是說它年份過久 輪胎行業者說 中古胎一定要檢查製造日期 超過四年施打劑 像是這一顆09年出場 輪胎已經出現了明顯裂縫 很可能是報廢車 另外假使補過胎幣 或是輪胎磨損不均 也千萬別買 想省荷包貪便宜 買不到千元的中古胎 孝新反而出了意外 得不償失 記者戰品洪洪建民 台中南投報導